大家晚安 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带来凉空气的影响 北部跟东部地区维持又湿又冷的天气情况 真的是感觉进入了冬天了 而预计在未来这几天 其实北部跟东部地区 感觉都会是这样湿湿凉凉湿湿冷冷的 提醒你外出千万要记得注意保暖了 从微信图上面其实也可以看到 今天除了冷空气南下之外 也有一些水气逐渐的移进台湾来 所以受到这些华南云溪 华南水气移入的影响 今天在北部跟东部地区 还是有一些震雨的情况发生 不过可以说是一个台湾两个世界 今天在北部跟东部地区 天气状况真的不是太好 但是在中南部地区却还是有阳光露脸 并且是温暖舒适的天气情况 预计明天也是一样如此 所以南北往返的话 千万要多加留意您的穿着 千万不要穿错衣服了 进一步来看一下今天的降雨分布图了 今天其实主要降雨的地方 就是在东北季风迎风命的 北部跟东部地区了 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以及一些水气的影响 这些地方都有一些震雨的情况 虽然说雨势并不是非常的大 但是毛毛细雨 其实对一些户外的活动安排 也是蛮困扰的 预警明天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提醒北部跟东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明天外出最好是以室内活动为主 会比较适合一些了 至于明天的天气状况 其实跟今天很类似 不过很快的在明天傍晚开始 中国南方这边又有一波新的风面云气 会逐渐的南下影响台湾 所以明天晚上开始 北部东部地区受到风面云气的影响 雨势会增大 同时到了礼拜天 之后连中南部地区 其实已有机会出现雨势 而这波东北季风远离之后 也会有一波新的冷空气南下 所以其实整体来说 在未来这个星期 北部跟东部地区会陆陆续续 受到几波封面几波冷空气南下的影响 天气状况都是比较不稳定的 又湿又冷 而南部地区 礼拜天也有机会出现一些降雨 天气也会有一些转变 进一步来看一下了 在明天的天气状况跟今天很像 受到东北季风 以及一些水气雨雨的影响 影封面的北部跟东部地区 是有一些短暂震雨的 外出得记得攜带雨去 而在中南部地区 越往南走 阳光越明显 气温也越加的温暖 是个温暖又舒适的好天气 不过就像刚刚提过的 新的一波封面云系 预计要在礼拜六的晚上 到礼拜天影响台湾了 受到这波封面云系的影响 全台各地都有机会出现降雨 除了原本就有下雨的 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雨时会变得比较大之外 中南部地区 也会有一些零星飘雨的情况 所以真的提醒了 礼拜天全台各地都是不好的天气 都有机会滴滴答答的下这雨 大家外出前往记得攜带雨去 安排活动也要以室内活动为主 会比较适合 所以在这个礼拜一呢 封面云系就会逐渐的远离台湾了 所以礼拜一呢 就只剩下东北季风 迎封面的北部跟东部地区 还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 中南部地区就会回到 比较稳定的好天气了 好 进一步再来看一下 东北季风了 目前的东北季风持续的增强 所以最近这几天 沿海的风浪都是比较大一些的 提醒您从事海上活动 前往要注意安全了 尽量不要从事海上活动会比较适合一些了 另外呢 东北季风其实也会带来一些 中国沿岸的污染物南下 其实这两天呢 就有一波污染物南下影响台湾 不过好消息是呢 其实这几天呢 刚好有一些水汽一进台湾来 所以对台湾来说呢 这些污染物就会被雨水给刷除 对于我们的空气品质 影响就不会这么的大了 这算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其实呢 未来还是会有持续 陆陆继续举波的这个东北季风 带来一些污染物南下 所以提醒您呢 如果您是容易呼吸到敏感的患者的话 建议您外出最好还是戴上口罩 隔绝脏空气会比较舒适一些了 至于在这个气温的变化部分呢 未来这几天刚刚提过了 北部地区都是容易下雨的 而且感觉也是比较偏凉偏冷的天气 高温的部分呢 在北部地区都是维持20度到22度 23度左右的 而低温的部分呢 更会降到只有15度到17度左右 一整天都是感觉湿湿凉凉 湿湿冷冷的 什么时候北部地区天气状况才会恢复稳定呢 目前看起来至少要等到下个礼拜三之后了 这个时候呢 冷空气减弱 气温有机会往回升 同时呢 降雨的情况才渴望明显的缓和 不过提醒您 其实接下来这几天呢 很容易又会有新的封面 或者是新的冷空气南下 所以其实未来这段时间 北部地区天气状况都是比较不稳定的 又是优凉又是优冷 大家外出千万要记得携带雨具 也要记得注意保暖了 就是在南部地区呢 中部地区则是日夜温差大 其实这种天气还蛮明显的哦 中午的时候呢 高温的部分是来到了25度到267度左右 还算是舒适 但是在清晨跟晚上的低温呢 中部恐怕会降到只有17度16度左右 而南部地区呢 也会降到只有19度20度左右 日夜温差呢 其实是蛮大蛮明显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被中午的阳光 中午的温暖天气给骗了 早晚外出同样的 还是要记得注意保暖 最后给大家一点低音跟经营了 礼拜六开始呢 北部跟东部地区 还是会有一些震雨的情况发生 不过呢 在中南部地区 则是维持有阳光的好天气 所以礼拜六的天气状况 可以说是南北大不同 提醒你南北往返呢 前往东部地区 北部地区 要记得吸带雨具 而前往南部地区呢 则要记得注意防晒了 好 至于呢 新的一波封面云系呢 礼拜六晚上就会报道了 受到这波封面云系南下的影响呢 礼拜天其实是全台各地 都有机会出现雨室 就连中南部地区也会下雨哦 所以提醒你 礼拜天外出 各地都要记得期待雨具在出门